女婿呢 你觉得这个先生和你有合适的地方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 就是他向我家或者是亲切什么这类的 就还挺亲切的 但不像是爱人 对 对 对 但是你看他生活简单 没有成过家 没有儿女 对吧 然后呢 经济条件又稳定 人也一看就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这挺务实的呀 能给你一个家呀 人家很好 人家条件很好 好像 我们这合适做 就是 做普通朋友还可以 我们这合适认识 做普通朋友还可以 这个女婿确实可能还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 但是就是那种疼你成立的那种 那种男生 男生 什么时候能出现呢 我是为你捏把汗的 希望能出现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打破你的童话梦 我觉得你要从这个梦里出来也挺辛苦的 不行就还在里边呆一点 遇到一个有缘人 也许哪天走在马路上一转角 谁的车把你撞一下又遇到了爱情 所以我跟你讲啊 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47岁 你听着啊 宝贝 我们47岁 如果我们找未来的找中老年的男士 他们没有力量去哄一个宝宝 你能理解吗 你就别说50多岁了 就我是40多岁了 你说我是宝宝你要爱我 我都没有功夫天天地这么哄着你 对 都没激情了 对啊 没有力量你知道吧 你并说你今天不好受了 撒撒娇嘛 那 为常不可 是吧 你并说我知道你不应该这样 也得微信地去哄着你这样 你要是肿吗让我生活上这样 这没法活 没法过日子了 太累 太辛苦了 这位女士和这位男士 我觉得挺好 为什么 您应该务实啊 您别再找一个甜言蜜语 给您点小温暖 您觉得这就是爱情 您现在快50了 您再折腾十年 多大岁了 您就是60了 眼前这位男士我觉得挺好 你俩成为一个互补型的 他们务实 他可以带动你生活 你找一个踏实的 好 个人有个命啊 就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 稍作调整 可爱 就挺好的 好吧 休息休息吧 休息休息吧 47岁的女嘉宾有一个自己营造的童话梦 童话梦很美 也很令人向往 但是我们的人生不光是要有梦想 更重要的是 这个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在嘉宾们看来 她的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一个是年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现实问题 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们 他们都想找到一个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而不是整天只想着童话做梦的人 男嘉宾们也表示了 觉得呀 这女嘉宾外表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单纯 但其实想要的却是很多 想法也很多 虽然一号女嘉宾已经决定离场 但还是希望她的童话梦能够成真 让我们一起为她加油吧 真心表达 真诚交由 用心感受 用爱沟通 我是白杨 下期我们继续相约 我的选择